美军的隐形战机F-35出现在澳洲领空 而且仔细看战机油箱还连接输油管正在空中加油 新加坡媒体CNA特地搭机到空中拍摄F-35战机加油的画面 原来新加坡空军已经向美军采购12架F-35B战机 其中4架更准备在2026年交货 当得知美军首度派前F-35参加在澳洲举行的多国空军联合军事演习漆黑 新加坡媒体立刻大阵仗到场采访 根据新加坡媒体报道 他们可能会和以色列一样在战机上增加独特的设计 因为新加坡将会是全球第一个把F-35B驻派在地面基地的国家 这次演习 新加坡空军还有多功能弯流G-550侦测飞机 新加坡这次派遣400名空军参加漆黑演习 尽管因为亚太紧张情势升高 让外界解读 这场演习是为了警戒大陆解放军的扩张 不过作为有中国家 新加坡空军更在乎的或许只是练兵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